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n we could have amazing inventions that leave the world even more divided 盖茲关注智慧差异 就科技发展带给人类影响的护意 这是盖茲思维高度带来生命张力的彰显 第二 小聪明非实求 大智慧必尽圆满 上述盖茲的明言指出 小聪明与大智慧之差异 自共享经典 左正如下 唯摩皆经云 求一切智 无非实求 是菩萨行 虽观诸法不生 而不入定位 是菩萨行 经典教导 菩萨行者 在证悟佛制的过程 必然深达无上欧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一切种制 即通达诸法总相与别相 化道断获的踪迹根本制 反观 声文员觉得恶称人 则于中突及宣称业以证悟 是不究竟的非实求 换句话说 菩萨至求无上菩提 绝无中突非实之求 再者 菩萨虽然念以证悟 无生法忍的观诸法不生 然而 为了度化众生 却永不求取灭度 这就是为了力求必尽成就 而勇猛正经进的菩萨行中论 生命张力思维升华 小聪明与大智慧 最大的分水领在思维的高度 在圣者的修行过程中 同样彰显生命张力的差异如下 而乘人求取宗突聪明 利益现象界的改善 然而菩萨行者 则力求终极根本质的证悟 以力帮助众生圆正菩提 终极真理 彻底解脱 生死烦恼 最后 圣选公祝国泰民安 战役圆满 并爽和福 千祥云祭 万福并争 每周五早上七点 不见不散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